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从两会看中共中央三人帮观察人士 习近平独大 李强 蔡奇分忧不分权 英国提出新方案 把冻结俄罗斯资产通过抵押贷款转给基辅使用 国会观察 不求完美 中国没有能力结束红海危机 而美国有能力这样做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发英雄帖 赵天下英才聚集创新创业 请大家收看 从两会看中共中央三人帮观察人士 习近平独大 李强 蔡奇分忧不分权 美国之音中文网 根据台北政治大学的学者分析 中共中央的三人帮 即习近平 李强和蔡奇 他们的权力分工逐渐明显 习近平一人独大下 李强的权力已被削弱 而蔡奇可能因为负责维稳工作 而分量可能高过李强 不过 李 蔡两人甚至其他常委 都不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习近平只派分工 六名常委分忧不分权 根据台北政治大学的学者分析 习近平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 李强负责经济 社会 产业 发展 蔡奇负责安全和党务 在习近平之前 国务院总理还有一定的决策权 但随着习近平的权力逐渐巩固 李强的决策权流失 现在他连开记者会的自主性都丧失 完全奉命执行党中央的决策 蔡奇是三人帮的另一要角 他的曝光度很低 但观察人士认为 由于习近平的首要施政目标是安全而非经济 蔡奇的角色吃重 李强在今年两会中可能陷入不自在的境地 不过 习近平是唯一的中心 李强和蔡奇都只是为他分忧而不是奋劝 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远远超越当年的毛泽东 但他并没有明确地接班人 在中共历史中 若有人太早冒出头成为可能的接班人选 往往会引起猜忌和攻击 因此 李强和蔡奇都不敢明目张胆地追求某种职位 他们的私心可能有 但在这个环境下 很难追求职位而不成为目标 目前 还没有一个人被习近平视为接班人在栽培 英国提出新方案 把冻结俄罗斯资产通过抵押贷款转给基辅使用 美国之音中文网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提出了一个 使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新方案 将这些资产转借给乌克兰使用 这个方案的基本设想是 待俄乌战争结束后 俄罗斯将被迫向乌克兰支付赔款 这笔贷款将被收回 卡梅伦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并表示愿意与愿意支持这一方案的盟友们一起行动 这个方案可能成为目前对乌克兰帮助最大的一个办法 可以帮助乌克兰购买弹药和装备 弥补财政赤字 但这个方案的前提是 乌克兰要赢得战争胜利 并同意支付战争赔偿 目前乌克兰的战场形势不如乐观 西方国家对如何使用这笔俄罗斯资产存在观点分歧 美国和英国主张没收这些资产转给乌克兰使用 但一些欧盟官员对这样做的合法性表示怀疑 国会观察不求完美 联合早报 国会拨款委员会在最近的辩论中 讨论了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开支预算 议员谢耀全用电动扶梯的比喻来解释贫穷 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的概念 他说贫穷是指一个人在电动扶梯上的位置高低 不平等是指站在不同梯级的人之间的距离 而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电动扶梯上互换位置的机会 谢耀全强调了提升版社区联系计划 Conlink家对于帮助底层人民保持相对流动的重要性 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龙回应说 Conlink家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全面支持 协调各计划和服务 让他们能够享有全面协调一致和便捷的支持 然而议员潘丽萍指出 服务家庭在现实中面临很多挑战 蔡瑞龙同意这一观点 但表示部门上下致力于帮助每一个家庭 在卫生部预算辩论中 卫生部长王以康强调 尽管新加坡的医生人口比例低于其他国家 但这并不代表医疗质量较差 他指出 荷兰和德国等国家也面临医疗服务不足的问题 王以康表示 新加坡的医疗开支虽然较低 但在卫生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他鼓励新加坡继续学习和进步 最后 政府宣布了一些计划 将2030年设为实现目标的期限 但蔡瑞龙表示 2030年只是一个逗号 新加坡将不断自我超越 中国没有能力结束红海危机 而美国有能力这样做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在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毁灭性战争之初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一致呼吁 通过谈判解决巴勒斯坦人的不满 然而 胡塞武装对红海航线的袭击打破了这一共识 中国发现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 中国对红海航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他在这场危机中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 尽管中国采取了一些行动呼吁各方尊重航行自由 但其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有限 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也受到质疑 尽管中国购买了大部分伊朗石油 并是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 但目前面临经济压力的中国 可能不愿意放弃伊朗供应商给予的折扣 此外 中国在对伊朗投资方面并未真正落实到位 因此 中国在红海局势中对伊朗的影响力有限 与此同时 美国试图说服中国对伊朗施加影响 以阻止袭击 然而 中国并未采取重大行动 反而呼吁通过加沙停火来平息局势 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拥有巨大的经济 军事和政治影响力 却拒绝使用这些影响力来遏制以色列 并结束加沙战争 这种差异对中国的影响力提出了质疑 同时也暴露出美国在该地区的双重标准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发英雄帖 赵天下英才聚集创新创业 联合早报 浙江省委书记易烈红 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发出呼吁 希望各界英才到浙江创新创业 他表示 浙江正面临科技创新和发展新型生产力的挑战 而人才是驱动创新的关键 为此 浙江将通过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来吸引人才 包括领导人才 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 此外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蔡仁强也建议 加快构建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 提高人才供给自主 他认为 博士生教育是人才自主培养的核心赛道 浙江在这方面发展相对之后 需要加强相关领域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俄称考虑与中国合作建造月球核电厂 为月球定居点供电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俄罗斯和中国计划在2033至2035年间 在月球上建造一个核电厂 以供未来的月球定居点使用 俄罗斯官员表示 太阳能板不能为定居点提供足够的电力 而核能则可以 他们还计划建造一个核能太空运输船 用于从一个轨道向另一个轨道运送货物 和收集太空碎片 此前 俄罗斯的月球探索计划遭遇了一系列挫折 包括最近的月球 赴25太空船失控坠毁 中国也有自己的月球探索项目 并计划在2030年前 将首位中国宇航员送上月球 美国航空航天局也曾提出 使用核反应堆为未来月球定居点 提供电力的概念 在太空中提供电能的问题 对于载人和无人月球使命都至关重要 终身健保以扩大所长范围提高赔付额 当局确保保费可负担 联合早报 新加坡计划扩大终身健保的索赔范围 以及提高赔付额 但这也意味着保费预计会增加 为了确保人们能够支付保费 政府将继续提供保健储蓄和津贴 并为负担不起的人提供额外援助 终身健保理事会将在今年下半年 完成对终身健保计划的评估 以确定如何提高住院和日间手术治疗的索赔限额 并扩大门诊和居家护理的承保范围 此外 理事会还将评估如何让终身健保 覆盖细胞 组织合金治疗类产品 并确保人们负担得起这些昂贵的治疗 尽管保费预计会增加 但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人们能够支付保费 并为低收入者和保健储蓄户头 存款不够用的人提供帮助 终身健保在2020年推行满五年时 将进行首次重大检讨 专家 医疗创新科技日新月异 检讨终身健保事实后 联合早报 终身健保计划的锁长范围可能会扩大 以涵盖细胞组织核基因治疗类产品 这是对医疗创新科技发展 和人们对健康保障需求变化的回应 专家认为 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 终身健保理事会也将检讨 终身健保保费和锁长范围 一些公众担心 保费的持续上涨和保健储蓄的 不足以支付保费 他们担心保费逐年提高 会导致保健储蓄存款不够用 然而 专家表示 为了获得更好的保障 付出更高的保费是必要的 这对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都是重要的 登加新建新医院 预计2030年代初期完俊 联合早报 新加坡政府计划在登加新镇 增设一家全新的综合与社区医院 以满足西部地区不断增长的居民人口的需求 这家新医院将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组织运营 预计将在2030年代初期竣工 卫生部长王以康在国会拨款委员会 辩论卫生部预算时宣布了这项计划 他指出 人口老龄化和冠病疫情后 年长者复杂病例地增加 导致了病床需求的上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卫生部计划在接下来的6年增加4000个床位 并且从现在起至2030年 每年都会新增床位 新加坡目前已经有了5家过度护理设施 为病情稳定的患者提供约700个病床 这些设施每年接收约4000名患者 缓解了医院的负担 为了进一步减轻医院的负担 卫生部计划完善患者从急诊医院 转至社区医院的流程 并为社区医院的患者提供更多的津贴 减少医药费负担 此外 政府还计划在2024年4月起将居家病房计划纳入公立医院的主流医疗服务 为患者提供津贴援助和医疗保障 然而 王以康也强调 尽管政府计划增加床位 但人们不应该仅仅依赖于建设新的医院来解决问题 社区内的医疗服务同样能够为患者提供妥善的护理 他表示 政府将在今年增加居家病房计划的居家床位 并承诺有需要的患者将获得及时的帮助 此外 政府也将继续努力改善急诊部门的等候时间 并考虑提供实施更新的等候时间信息 联合国对加沙儿童饥饿敲响警钟并呼吁世界采取行动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联合国对加沙地区饥饿儿童的状况发出了警报 称这场灾难史无前例 加沙地带的儿童因饥饿而死亡的报道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表示 目前已有15名儿童因饥饿死亡 而且 加沙地带的饥荒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卫生组织称 加沙地带的饥饿儿童状况严峻已提供援助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表示 饥饿或绝对缺乏热量会导致器官衰竭等疾病 严重营养不良可能是导致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加沙地带尚未宣布进入饥荒状态 但儿童的状况令人震惊 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向加沙输送援助 港府推23条立法 强调无意禁脸书、YouTube等社媒 联合早报 香港特区政府星期三在立法会 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 并强调立法针对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 没有意图禁止脸书、YouTube等社交媒体 根据公众咨询结果 98.6%的意见支持立法 港府计划在4月15日之前完成立法工作 立法会议上 有议员关注咨询文件中 有人提到撤出脸书、YouTube等网站 港府回应不会禁止任何社交媒体 法学专家预计23条立法将在既定时间内通过 并指出港府需要应对外部势力的压力 包括舆论攻击、金融安全和资本市场的稳定 拜登特朗普横扫超级星期二初选 黑力宣布退选 联合早报 在超级星期二的总统初选中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 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 特朗普在14个州和美属萨摩亚的初选中 赢得了大部分选民的支持 只在佛蒙特州输给了黑力 而拜登则在所有14个州和爱奥瓦州初选中胜出 但在美属萨摩亚败给了帕尔默 尽管黑力在佛蒙特州赢得了胜利 但他已决定退选 把党内提名拱手让给特朗普 投票数据显示 特朗普和拜登都存在明显的弱点 一些选民对拜登对以色列战争的立场表示不满 导致部分选民投抗一票 而特朗普则在吸引独立选民和其他选民群体方面 持续面临困难 特朗普在独立选民中的支持率较低 这也是他在2020年选举中败给拜登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 目前的全国民调显示 特朗普以微弱优势领先拜登 特朗普和拜登都在胜选演说中将火力对准对方 特朗普指责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拜登则再次指责特朗普威胁美国民主 两人在竞选中都将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 但他们也都面临着一些不满意的选民可能转投第三方候选人或干脆不投票的风险 总的来说 特朗普和拜登在超级星期二的初选中都取得了重要的胜利 但两人都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弱点 他们将继续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 但选民的不满和其他因素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学前教育中心将获更多资源 辅助低收入家庭孩童学习 联合早报 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卫生部第二部长马善高 在国会拨款委员会上的发言 幼儿培育署将为指定主要业者经营的学前教育中心提供更多资源 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学习辅助 并确保低收入家庭孩童能够定期上课 预计未来三年可汇集约2000名孩童 马善高指出 低收入家庭的孩童在学前中心的出勤率较低 约为72% 相比之下 中等收入家庭的孩童出勤率约为79% 考虑到低收入家庭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孩子在家中学习 若是孩童进入学前中心后仍需要学习上的辅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指定的主要业者学前中心将获得更多资源 并与政府共同资助学习支援项目 中心将与低收入家长合作 确保孩子定期上课 并通过小组学习的方式提升阅读和算术能力 促进社交情绪发展 此外 政府还将为所有月收入6000元及以下的较低收入家庭孩童提供额外的托津贴 无论母亲是否就业 预计多达17000名孩童将受益 目前 接受全日制托服务的孩童都可获得政府提供的基本津贴 就业母亲的家庭每月获得300元 非就业母亲的家庭获得150元 如果母亲就业且家庭总月收入不超过12000元 还可获得最多467元的额外津贴 非就业母亲的家庭目前无法享受额外津贴 到年底 所有月收入6000元及以下的较低收入家庭孩童 即使母亲没有工作 也能够享受300元的基本津贴 以及根据收入水平获得的额外津贴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还将与社区伙伴合作 加强与低收入家庭家长的联系 鼓励和支持他们参与凝聚家庭社区推广计划 Families for Life at Community活动 加强育儿知识 目标是到2027年 联系到主要业者学前中心内半数的低收入家庭 黑利宣布退出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 联合早报 在超级星期二总统初选中 特朗普和拜登都在十多个州获得了胜利 特朗普的党内对手黑利已决定退选 黑利表示 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赢得党内外的支持者的选票 尽管黑利退选 但尚未举行共和党初选的州仍将继续进行 两党将在7月和8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确认总统候选人 社区医院新津贴框架调制急症医院水平 减轻病患医药负担 联合早报 新的社区医院津贴框架将在今年第四季开始实施 以提供更多的诊断服务和药物 降低整体医疗费用 目前 社区医院并没有为一些诊断服务和昂贵药物提供津贴 导致患者从急症医院转至社区医院的过程有所延误 新框架将分阶段实施 首先是提供津贴的诊断服务 然后再扩展至药物援助基金内的药物 被列入新津贴范围的诊断服务包括骨质密度检查和常用药物 卫生部长王以康表示 社区医院的津贴框架将调整至急症医院的水平 病患在住院期间能够获得相同的津贴 住院费用将减少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